女人赤脚飞奔而来,纸粉香气,萦绕林间,这身姿吸引了少年小白的注意。 莫名的,她跟在对方的身后走了一段时间后,女人注意到少年的存在,她轻挑地走过来,嘴边带着笑,撒娇问小白去哪里。 没想到,两人正好顺路,开始并肩而行,小白有些害羞,而女人不拘一格,甚至有时还会有意无意触碰少年的身体。 这样的接触让少年更加喜欢上这个女子。 在天桥的时候,她得知对方叫做小花。 两人一直走到了夜里,少年的身体仅吃不消,小花则依旧轻车熟路,甚至还贴心为其包扎,磨破的伤口。 少年低头看她,那细腻的肌肤如同仙女落入凡间。 当小花抽起兜里的香烟,那一平一笑更嫌妩媚,两人再次行路,小花建议她学自己,吃脚走路更加顺畅。 小白自然应允,两人唱着家乡的歌谣,宁静的夜里,显得更加美好。 走着走着,即将进入隧道入口,一个腿叫不灵便的流浪汉突然在眼前,不知从哪条岔路上来的。 看到她后,小花的神情变得奇怪,她让小白先走,见对方默默唧唧,她一改之前的亲切,满脸写着不耐烦。 小白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,很是惶恐,还好小花及时察觉,抱歉地说,自己和流浪汉认识,说几句话后再去找你。 没人能抵挡温柔的话语,小白当即跑着离开,在即将步入隧道尽头的时候,她朝后望去。 小花竟和脏兮兮的流浪汉站在一起,局质其密,仿佛是一对恋人一般。 小白不理解,最后直到自己走出森林,也没能碰到小花。 回到家后没几天,家里居然来了一堆警察。 赶夜路时碰到了仙女本仙女,少年怎么都忘不了,可没曾想。 几天后,警察找上了门,原来那晚偶遇的流浪汉离奇死亡,警察勘察地面,发现有女人的脚印。 山脚旁的农民称,看到女人和少年经过,少年小白很快被找到了,她将那天的一切告知了警方。 而后,小花便作为嫌疑人逮捕了,刚开始,她依旧像对待其他人一样撒娇热情,结果却换来了警察一巴掌。 而后,小白也来到警方,这时候,因为警察对小花本来就没有好印象,更是对这个14岁的孩子诱导性提问。 小花后知后觉觉的情况不对,她想要去上卫生间小姐,结果警察将其案倒在地,随后逼迫小花认罪。 因为在去调查小花工作的异计管时,她前段时间刚喊拿剪刀刺伤过同伴,因为害怕她畏罪潜逃,连鞋都没来得及穿。 随后,警察拿出小花住山下旅店时的钱,那正是店主曾赠予流浪汉的钱。 上面还有特殊的标识,这一系列的证据摆在面前,小花似乎就是那个杀人凶手。 此时的小花来不及思考其他,生理需要只想奔向厕所,可对方仍强硬阻止。 最后在对异性的注视中,小花小便失敬。 那一刻,她此生的尊严消失殆尽。 哀莫大于心思,小花不想多做解释,因为她知道,辩解无用,她最终被抓了。 很快,蛇仙美人的小道新闻传遍了阵子。 各大记者都赶来采访小花无惧众人的愤怒。 她歪头甩掉套在头上的嘴巴,沉默地和这个世界对抗。 在纷乱的人群中,她一眼看到了小白,少年脸上满是愧疚和不解。 而小花却笑了,她摇了摇头,为自己做了最后的辩解。 多年后,负责这次案件的警察已经老去。 她来到印刷厂,要复印一份破旧的案件记录。 里面鼎鼎有名的异计杀人案也陈列其中。 这是她第一次经手的案子,因为年少冲动又打心眼里觉得异己是个低贱的职业。 于是,草率的认定小花就是凶手。 后来,经手的案件越来越多,她也变成了老刑警。 可越是经验丰富,她越觉得自己当初过于草率。 毕竟连杀害流浪汉的凶器都没有找到。 除了那个女人,少年不也是可疑的凶手吗? 少年小白偶遇了角色少女,却看到她和一流浪汉亲密而语。 后来流浪汉死去,少女被抓。 几十年后,她成了印刷厂老板。 这天,店里来了一名老警察,她提起当年赫赫有名的一记杀人案,表示自己当初过于草率。 另外,关于这个案子,少年也有嫌疑,听到这话,小白额头冒出冷汗,警察继续说道,不过即便现在找出真正的凶手,也过了案件时效期不会被抓的。 可就算不被抓,心里的罪也要承受一辈子。 而后,小白问到那个一记最后怎么样了,警察淡淡地说,死了,不是死在监狱里,而是死在流言蜚语和众人的排挤中。 说完这一切,警察离开了。 临走时,她问小白,如果凶手真的是那个少年,她的动机是什么呢? 送走了警察,小白关上门,瘫倒在地,她回忆起人生中最后悔的那一晚,因为要去投奔大哥,她迈步骑程,路上遇到了一条懒路的蛇,她下意识举起棍子,想要打死。 可路人拦住了她,说蛇也会害怕人,一会儿自己就会溜走,路上走后又碰到了一个商人,她十分健谈,告诉小白一定要提防所有人,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。 小白不理解,她不害怕人,她只害怕孤独。 在听完商人捅自己顺路后,她拿出所有的积蓄请商人吃了一顿饭,为的就是能够一起同行。 可没想到,商人吃饭后就变卦了,她从另一条路离开,小白似懂非懂,人心果然一变,在分道仰镖时,脏兮兮的流浪汉与他们擦肩而过。 看到对方面目猙獰的模样,小白心里有些害怕,商人继而说道,这种人最喜欢干坏事。 于是,小白对流浪汉的阴影更加深了一分,商人离开后,她更加害怕遇到流浪汉,没想到这次遇到的是个绝世美人。 与之同行时,小白觉得从内而外的快乐,但这一切在遇到流浪汉后改变了,她牢记着小花的话,在跟流浪汉耳语后就追上自己,可她左等右等不见人来。 于是,她想起白天商人说过的话,干坏事的总是流浪汉这种人,于是对小花安全的考虑,她一直住心中的害怕,返回了森林。 结果她看到了小花与流浪汉的亲密之事,那一瞬间,她想起自己父亲离世,母亲也曾被人这般欺辱,那从心里涌起的滔滔怒火,将少年淹没。 她沉默地看到小花交易完毕后,拿钱离开,然后自己拿着携带的水果刀冲向流浪汉。 此时,流浪汉处于闲着时间,身心还没反应过来,自然倒在了少年的身下。 回忆完毕后,小白想起警察所说的罪恶感,回顾自己这大半生,果然身旁无一人在侧,自己不久前还被查出了癌症。 去医院,也都是截然一身,大概这就是报应吧。 人之所以可怕,也许是因为那深不见底的欲望,以及难以改变的偏见。 好了,本期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,小伙伴们记得一键三连哦,点赞订阅加关注,更多的好故事等着你,我们下次再见。